我现在穿着这个是啡色,手拿着这个是米色或是浅恒色 它是一个风型的ruffle款式 V领位置是C肤的 这个部分是C肤的 我现在这样看,其实都看到我的bra top 如果你穿bra top就安全 但如果你说穿bra,可能都低的 我觉得这里也还好,这里有点高峰位 所以建议穿bra top会比较安全一点的效果 两个星光,除了V领位的边位之外 它在ruffle延伸到外围位置 都是配上了相同的C肤线 一个很风型的效果 手袖的位置都是有相同的造工 相同的Lace 手袖、领边、ruffle边、领边都是配上了相同的Lace 是一个横纹pattern 手袖口就是卸衫手袖口 卸衫的手袖口 真的可以开的 这个是软身的麻眠料 在空側的位置也是配衬一些相对 显斯文的一些收cutting的造工 这种cutting通常是一些专装 是一部Simon Browser款或者一些top款才会有这一组的造工 因为它整间都是喜欢做Lace、ruffle、霸棉 都是它们主打的拿手款式 我手袖师傅的部分也是很有美感 因为不是就是on top 加上它是剪裁了、剪裁了 再靠中间这个做连接 造工上多多一、两层、三层 左右的工序 你要剪裁 对方才裁 和这里就这样裁有 多多少少的造工 带出来的确是漂亮的 那个位置大约到手肘上一点 整件衣服的版型是这样的 这个是麻眠料来的 没有弹性 版型都很宽松 盘均在这里 宽松的版型 好,那我先换个米色 好, susah 好,我先换个米色 好,给我们的坏 曼明色 我先换个米色 好,这一点 来好,就来好 我先换个米色 好,那把米色 好,我先给大家拍下 我愿意 来好,我先换个米色 好,感觉 我先换个米色 好,我先换个米色 这个是米色,我换了浅色的鞋 手袖口是正常的出衣袖,整颗扭就OK 所以手袖位置是比较抛身的效果 我现在这个米色是抛身的 VLan位置有点低,加上它是Laser濕敷了 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它说在这里是到的 不过我觉得性感了一点 所以都是小小的提示 我建议穿BRA TALK,或者穿背心看看自己的习惯 我现在换了一个浅色的鞋,会适合一点 如果你也是要衬这个裙款的话 我建议你也转一转鞋的颜色,会比较连贯一点的感觉 这个的确是挺漂亮的,师傅手袖 很精美的感觉 一点风型的Ruffle 一个风型的Ruffle效果 我转了? 你再评? 我转了?